隋阳帝扬广,出生于公元569年,本名扬英,其是隋文帝扬间,与文宪皇后的嫡系次子,隋朝第二位皇帝,同时也是隋朝最后一个皇帝,蓬农华阴人,也就是金陕西华阴市。 扬广总共在位14年,在说其为何臭名昭著之前,先简单罗列一下其主要功绩,毕竟要客观全面的评价。 第一,迁都洛阳,推动都城三重成员体系的形成和延续。 早在三国时期,汉县地产位于曹丕后,魏国就开始迁都洛阳。 之后经过长年的混战,都城又频频变迁,直到隋帝国时期,隋阳帝登基后重新建造洛阳城。 在洛阳城的建造上使用了宫城、皇城、玉阶的结构,还在第二重成员外修建了短缘,进一步提高了都城的安全程度。 直到后来的唐帝国,在隋帝国建造的基础上,又添加了第三重成员,取名外城。 从此以后,我国古代的都城形势基本成型,并延续千年。 第二,开创科举,让有才干但出身不好的人公平的竞争。 隋帝国之前,氏族门法完全控制着权力机构和选官机构。 采用九品中政治,选官完全背离不计门第的原则,在评级时偏袒氏族弟子。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,长期出现上品权氏族、下品权韩门的畸形分离现象。 但就在公元606年,也就是大业二年。 隋阳帝阳广使之近时刻白,近时刻的设置,意味着科举制的正式创立。 此后这一选官制度,一直延续了上千年,直到清朝的光绪31年,科举制才正式废制。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,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,让大量出身,中下层阶级的人才进入统治阶级。 第三,开凿大运河,打通了南北水道,影响后世上千年的经济和贸易。 在中国古代,交通方式非常落后,出行要么陆地上走路,要么就是陆地上使用马车。 但是在陆路上进行运输,非常的耗费劳动力和时间,成本巨大,而且效率很低。 为了加强隋帝国南北物资运力,隋阳帝上位后,马上开始了开凿运河的浩大工程。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,共计六年时间里,隋阳帝动用数百万劳工,完成了这个浩大的运河工程。 运河连通了长江、前唐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海河五大水系,以首都洛阳为中心,南北延伸,距离长达2700多公里。 直到现在,这条北到桌州、南到渔航,也就是如今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,依然在默默地服役使用中。 第四,征服西域,并且打通丝绸之路。 隋帝国时期,实力很强的土玉魂在青海建国,而且经常向中原王朝发动攻势。 因此,隋阳帝于公元609年,也就是大业五年,亲自带妃嫔,文武百官,军队和各种后勤人员数十万人,从京城出发进行声势浩大的西巡。 隋阳帝,倾帝国之力量,进行调兵遣将,最终征服了整个青海地区,这也是中原王朝首次征服西域,并将青海地区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。 在后来,隋阳帝又亲率大军一路西行,最终到达了今天的甘肃省张业地区,亲自打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。 看完了隋阳帝的主要功绩,是否对阳广有了不一样的看法? 但正是这些赫赫政绩,却是用失去民心换来的。 比如迁都洛阳,开凿大运河和征服西域,都是极度劳民伤财之举。 因为阳广浩大喜功,他想在自己在位期间,建立超越历代帝王的举世伟业。 从他设置年号为大业,可见其雄心壮志。 但最大的问题是太极于求成,对工程的工期极度压缩。 比如大运河,本是近百年的工程,却强迫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完成,导致财力和劳力极度透支,民众怨声载道。 而且大运河完成后,又耗费大量财力人力,制造庞大的豪华游船,在船上日夜取乐。 同时在全国各地疯狂修建各种庞大豪华的宫殿,杨广所修建的行工数量,堪称历史帝王之罪。 说骑士继秦始皇之后,第二个更为疯狂的基建狂魔,一点也不夸张。 而且征服青海之后,又马不停蹄率领30万大军,直接开始攻打高距离,计划将高距离也纳入隋帝国版图。 当时高距离的兵力,只有隋帝国的一半,可谓处于明显的弱势。 但杨广傲慢轻敌,再加上独断专行,不停老将建言,被高距离用几脚伤,最终3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,隋帝国兵力直接损失耗尽。 唐高祖李渊和其子李世民抓住机会,号召已对隋阳帝暴政,十分不满的百姓揭肝而起。 隋隋帝阳广很有才华,而且积极有进取心,但过于浩大喜功和急功近利,导致不得民心。 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昏君,而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暴君,而且最重要的是道德伦理方面有重大问题。 史书记载,他杀害隋文帝阳间,也就是杀父即位,同时甚至世兄坚母,生活极度奢侈荒淫。 最终导致了他如此臭名昭著,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。 。 宝贝